张良四水桥三大旅啊,得欲名师,老人要给他一件东西,是什么呀? 等老汉把这小包裹打开了,递到张良的面前,张良赶忙跪倒在地,双手相接。 接过来一看,这时候天光已经亮了,他看得很清楚,原来是一部书。 什么书?太公兵法。 老人告诉张良,你要好好地读这部书,要苦读十年,十年之后,你大致可说,现在还不行,一死之间让你张良从此隐姓埋名,少招灾惹祸, 好好地看书学习,武装头脑。 如果你真要是把这部书读明白,把它读透露,甚至于背着拱瓜烂熟,可以随时应用。 那么,你张良,张良,可谓王者之师啊,你就能当皇上的老师。 张良,叩头道谢,请问恩师您尊姓大名? 老人手一缕,胡须微微一笑,你问我的名姓吗? 我家住在济北古城山下,如果哪年哪月你要走到那儿,在山下见皇时,急我耶。 这就是那位,历史上有名的黄石工,他住济北古城山下,这地方在哪儿啊? 在现在的山东东厄县东北。 说完了,老头是转身就走啊,哎哟,张良一阵激动,热泪是夺矿而出啊。 我与老师平水相逢,只是,在桥下给老头捡了几次鞋,看来老人是有意在试探我,在考验我。 那么这鞋还捡对了,没发火也对了。 现在他老人家把这部太公兵法给了我就这样走了。 啊,我得怎么样孝敬孝敬我这位老师呢? 我哪嘛,凉水温成热水,让他喝口茶呢? 喝着给他真杯酒,给老人家几个钱。 他的心思,黄石工看出来了。 不必如此,啊,也不要难过掉泪,大丈夫泪不轻谈。 你是一个有志向的人,你不是要想恢复你的祖国吗? 你想要推倒暴君秦始皇吗? 那你就应该寻找民主,找一个真正能为国为民办事的这么个皇帝。 那就是你的出头之日了。 说完了,老人家是扬城而去。 丈量张子坊往空一败啊。 然后他抱着这部兵书,回了城了,一进向伯家门,全院里都乱了。 怎么,把公子张良丢了,向伯那发脾气呢? 好啊,我养了你们这么一群废物,我兄弟你们都看不住。 这两天他心里头闷卷,不痛快,他哪儿去了? 你们怎么不跟着他呀? 别人怎么给这向伯解释也不行,我想跟着他,他不让跟着,少废话。 你们赶快给我找去,全家动员都出去找。 甭找甭找,我回来了,哎哟,想多一下,好嘛。 我说你干嘛去了,没事,我出去转悠转悠。 你转哪儿去了,一宿没回来,我转到城外去了。 上城外,不是转悠什么呀? 我想再回来,可已经关城了。 你想这事,你手里拿的什么呀? 我怕出去一个人啊,拽悠时间一长,我闷着哼,我就带了两本书出去。 啊,行了行了,快进屋吧。 擦脸入口喝茶白酒,俩人又谈了一气,就从打这天起呀。 张良和这个相伯谈话时间就少了,他告诉相伯了,兄长,我不能整天就这么在这儿住着这么吃啊。 当然你不怕,你有这条件。 养这样的人十个八个,三十五十也没什么。 不过,我有心事啊,我不说哥哥你也能明白,你得给我点时间读书。 想不一听的太对了。 怎么,我知道你呀,求学心切。 从小你就爱看书,大概咱来到我这儿啊,我整天陪着你说话耽误了你不少时间,我也觉得怪不好意思的。 可是呢,兄弟,我也不瞒你,我跟你谈话呀,可真是与君一席话圣读十年书。 我这能得长多了,也长大了,我总觉得跟你谈话比我看书容易,我就来,你是得看点,这人不看书哪行啊,稀糊涂一脑袋将子呀,得看书,书内有黄金哪。 我说兄弟,这么办得了,咱们把这个谈话时间呢,喝酒时间呢,想办法把它减少,缩短,你呀,多看看书,我谢谢您了。 张良从此是闭门苦毒啊,这太公兵法可了不得,江子牙江太公啊,就是当年喂水垂钓钓鱼的那老头,文王仿贤把他仿了去了,奉鸣其山武王发昼,一有道发无道,江子牙八十多岁,登台拜帅,他的六套战术相当了得呀。 文桃战,武桃战,龙桃战,虎桃战,犬桃战,暴桃战啊,那是一部重要的兵书战策呀,黄石工说得明白,你张良要把他学透了,你就不得了了,现在呀,你不能满事乱撞,你需要很好地看书,十年后方是你出头之日。 张良通过一读这个太公兵法,他觉得,自己呀,跑到渝阳一带,去防勇士,请出苍海军,垂击秦始皇的兵车,这事情办得太笨了,太鲁莽了,也太蠢了, 那样根本不能把秦始皇给杀了,即使是杀了,也不能回复他的韩国,也不能解救老百姓倒旋之苦啊。 所以,张良一方面读着书,一方面继续探听着,这秦始皇现在干什么呢,秦始皇干什么呢,自从薄浪沙遇刺,这一大铁锤,咔嚓一下把副车击碎, 嘿,还真没把这位秦始皇给吓住,他不是住到阳武那会儿,抓这刺客吗,那刺客是抓住了,就抓这指使人呢,得张良,没抓着,他在那住了好几天,住见着呀,秦始皇这个伙儿啊,消了一点,哎,这个气儿啊,小多了。 李斯和赵高啊,就请示他呀,万岁您看怎么着呀,咱们是走啊,是回去,还是在这住着呀,秦始皇已经哪能回去啊,哦,我吓得反回去了,合着,这一锤把我砸懵了,我住着而不走,吓得不敢动窝了,岂不被他人耻笑。 哦,你别看欲刺客是个坏事情,但是我也觉得他是个好事,怎么呢,这回我真正明白了,确实,我扫平六国之后,这六国的贵族领主和他的后裔, 却有不分者呀,有人要杀我呀,哼,我是得经常加点小心,你们还要问吗,咱们收拾收拾,继续赶路,还得往前走,哎,我还要继续朝我的名山大川。 实际呢,他这个心思,照高看出来,秦始皇啊,一方面,这次出来是为抖一抖他的威风,在名山大川,哎,石头上刻一刻他的功绩,更主要的,他知道皇上憋着一口气,什么气? 哎呀,就是那个求长生不老要的那徐福啊,哎,从大秦始皇这领取好多钱,又带着同男同女,还有好多卫士要了不少船,哎,什么又是朝蓬莱呀,又是朝仙岛啊,走了之后快一年了,是杳无音信,没回音,生不见人,死不见尸, 也不知道这长生不老要求哪儿去了,这次皇上出来的主要目的,还是为了求点长生不老的仙丹妙药,他想总活着,赵高不敢拦阻啊,跟李慈这么一商量,这会儿呢,重新安排一个县令,然后继续赶路, 哦,石皇的居年浩浩荡荡又下来了,那是真威风,只要他的这个车帐这么一动,就像是一条乌龙脚海一样,那真是脚在海水波涛翻滚啊, 离开阳武县,他们奔哪儿啊,奔知福,这知福在什么地方,在山东省烟台半岛啊,然后到郎雅,就是山东东南海边,走上党奔山西的东南,走长子长野一带,然后是绕回咸阳, 回到咸阳之后啊,石皇帝休息了几天,然后他传了一道纸啊,这道纸衣要干什么呀,他废除了六国各国领主贵族所有的那些土地, 就是这些领主贵族啊,那个土地所有制啊,从现在起废了,然后让老百姓呢,自曝母术,把这地啊,全分给黎民百姓, 收买人心也好,什么也好吧,反正六国的贵族是够恨他的,但是有些百姓呢,还挺感激秦始皇的, 这位始皇帝啊,又把这个桂林,相军,南海,画了三个郡,然后啊,他传旨移民啊,往这几个地方移民啊,移了好几十万, 始皇帝,又命他手下的,著名的水利工程师,石鹿,开凿陵渠啊,这位天,凿陵渠干嘛呀, 因为这个交通不方便呢,从打这个鹿鹿要是运点东西呀,是相当困难, 不是车同轨吗,始皇帝没少修路啊,那也不行, 有时候要走在那深山大川的地方,你想把这个车赶过去呀,把马拉过去呀,那可太困难了, 那么要从水路走呢,那当然呢,把货物用船这么一载,既省时间,啊,又能够多运载货物, 运不出的东西,奶喝缺的,奶喝东西多的,都可以相互调剂调剂, 尤其是呢,黎民百姓,也可以走动走动,这是个大好事啊, 但是,太困难了,怎么,硬是要把这乡江分为南北两区, 这太不容易了,所以秦世皇,传职啊,委派这个史路,做这个总工程师, 为什么委派他呢,史路啊,是当时秦国的一位很有威望,很有本事的水利专家, 他和他的老师啊,以及师兄弟啊,花费了多少心血,费了多少精力啊, 简直是齐武精爬半夜,不知吃了多少苦,光绘这个图啊, 也不知道绘了多少张,终于成功了, 这位水利专家史路,他终于愣把这乡江给分为了南北两区, 在这个乡江的中流啊,住了这么一条三角形的分水宴, 沟通了乡江和桂江的交通, 这个工程可不小,一点也不次于那个世界知名的都江宴, 要不怎么说,中国人聪明绝顶呢, 世世代代,能人可真不少啊, 所以古人说,国家得人者畅,诗人者亡啊, 你只要有人才,你这个国家肯定会兴旺发达, 史皇帝做了这些事还不行, 这秦始皇啊,他好动,没事他就出来溜达, 这个宫里边的,也就是说那御林军啊, 还有些贴身的这些卫士啊,都替皇上担心, 怎么呢,每次都有刺客惦记着您, 您怎么还总出去啊, 那有时候秦始皇是微服出访, 穿着便衣,带着几个卫士, 暗藏短剑,他就溜达出来了, 还哪都去,还真遇上过刺客, 感情这个什么事物啊,都是这样, 遇生一多,剑的多了, 就见怪不怪, 见怕也不怕了, 嗯,在于锻炼, 秦始皇也锻炼出来, 挨了好几回刺了, 从荆轲那开始, 一直到伯浪沙那大锤, 他见了不少世面了, 嗯, 你来刺啊, 你也不一定刺得了, 还真遇上几个刺客, 让秦始皇以及他首席的这些武士, 当时就给杀了, 始皇帝出了这么一转悠, 他发现呢, 这个咸阳这地方, 不行, 怎么, 这地方怎么忽然间显得小了呢, 这是秦国的首都啊, 原来这地方宽敞着的呢, 现在怎么变成这么点劲了, 他回了宫里, 把大臣叫过来这么一问, 丞相李斯这么一听, 万岁, 这还用问吗, 怎么, 您想啊, 现在这个人越来越多, 多的原因呢, 一个是, 您不是把六国那些贵族, 全都召唤到这来了吗, 对, 秦始皇一听是这么回事, 怎么, 我怕他们在外边闹事, 所以我都把他们拒到我这个眼皮子底下来了, 那也不至于, 这住房这么紧张啊, 李斯一听万岁, 怎么不紧张啊, 您想想, 修丽山墓, 那多人呢, 当然这些人不是都住在咸阳城, 可是这得有个办事机构啊, 来往的办事的人呢, 您再想想, 吃的喝的用的, 都得由这个咱们咸阳城这儿, 给他们解决, 是皇帝一想, 对了, 哎, 另外我问问你们, 这个宫殿也显着小了, 你们发觉了没有, 发现没发现这个问题, 大伙一听万岁, 您圣明, 怎么, 我们发现了, 这宫殿呢, 也是显着小多了, 你看看, 来来来, 明日生吵, 把这些个, 善于建筑的人, 散朝之后都给我留下, 有你有你, 咱们一块商量商量, 这俩是谁啊, 李斯和赵高, 第二天早朝以后, 世华就把他们给叫到了内宫来, 干嘛呀, 跟他们商量商量, 这宫殿怎么解决, 我想啊, 把这宫殿呢, 重新修一下, 比如说秦传宫啊, 西锤宫啊, 平阳宫啊, 雍宫, 霸宫, 大正宫, 长安宫, 高泉宫, 宇阳宫, 华阳宫, 曲良宫, 信宫, 明堂, 甘泉殿, 大伙一听, 这殿宇都有了, 是啊, 是有了, 有的呢, 已经是很小了, 有的呢, 需要翻修, 同时呢, 寡人我在这会儿, 经常召见外宾, 那年头有外宾吗, 也有上这儿来进贡的呀, 使臣呢, 得见见呢, 我这个殿场也太小了, 也得重新扩建扩建, 这么着吧, 你们啊, 给我重新绘个图来, 大大方的, 听见没有, 喝喝涼涼的, 把这图啊, 给我绘制的越好, 这个殿宇啊, 修的越华丽, 寡人有重赏, 这些个管建筑的大臣们, 没敢言语, 只好点头称事, 因为大伙都知道秦皇这脾气, 他说一不二, 这是其一, 其二这位始皇帝还有一特点, 头脑爱发热, 只要他灵机这么一动, 他想怎么办, 这事就怎么办, 至于有谱没谱, 有没有这先例, 违不违反规律, 他不管, 他说怎么办了, 你还就得照着他这路子去想, 如果说想的比他还花手, 你肯定吃香, 如果你要提两个不字, 是这事情不合适, 这个事不应该怎么办, 你要这么办, 这只能是眼前的利益, 对这个以后没有什么好处, 秦始皇听不进去, 他让这些人绘图, 下来就绘吧, 日夜不停绘这个图, 绘好了之后, 全到始皇帝跟前来了, 回奏圣上, 我们把图画好了, 秦始皇这么一看这图纸, 这就是你们给我设计的那个大殿啊, 啊, 这也太小了, 折腾半天这不还这么大吗, 这几个大臣子密厅, 万岁, 这可不算小了, 怎么, 您瞧, 这够宽敞了, 南北三十来丈, 东西二三百步啊, 也走不到头, 还不行吗, 嗯, 始皇帝把头一晃不行, 咱们你们这些人呢, 太保守, 我那天说那话合着你们全没听进去, 我让你们搞得气魄一些, 华丽一些, 宽敞一些, 啊, 怕什么呀, 咱不是有的是材料吗, 这些大臣一咧嘴心里说, 万岁, 您知道不知道, 咱没什么材料了, 自从您扫平六国之后, 这仗是不打了, 但是您是大兴土木啊, 玩命这么一寸盖啊, 光盖些房子, 还说得过去, 您东田大海, 修武岭铸长城, 这得多受功调啊, 万岁, 您也没到外边去看看, 其实您没少出去, 但是前呼后拥, 带着成千上万的人, 再说您怕行刺, 也不敢哪, 直接就到这个黎民百姓群中去, 这样一来, 您也不知道外边已经十时九空, 赤地千里了, 好端端的地全都荒芜了, 没人种地了, 这个国家要没有种地的打不了粮食, 你还谈到什么国力, 您也不发展商业, 没有经商的人, 这国家也不行啊, 您就光知道盖呀盖呀, 打开国库, 拿钱, 没钱了, 当然, 早平六国, 您把六国的那些值钱的东西, 以及那些美女, 刀枪, 武器吧, 全都改了到咸阳来了, 又住同仁, 又修宫殿, 就职的开库拿钱, 没什么钱了, 但是这些人都不敢出宫呀, 万岁, 那么您说, 得怎么个修法呢, 就拿您的大殿来说吧, 得多宽多高才合适呢, 其实王一廷多宽呢, 多高啊, 我告诉你们, 东西必须五百步以上, 大伙啊, 心里哆嗦, 五百步, 我的天, 那时候是六尺为一步啊, 南北呢, 怎么也得够五十丈, 台上得能坐下一万人, 万人台啊, 这个台下, 要是竖起大旗来, 甭管是什么样的旌旗, 得能够竖五丈高的大旗, 知道吗, 我要求你们这些回廊, 必须四马能够错车, 古代呀, 这四匹马拉着的车叫四, 就是说四匹马拉着的车, 两辆车, 可以在这个回廊里, 随时错车, 谁碰不着谁, 你说这回廊得多宽吧, 另外, 我要求要走廊相接, 雕花重烟, 不沾风雨呀, 同时呢, 你们要给我修三步一亭, 五步一阁, 十步一台, 百步一楼, 你们想办法在这个山顶上, 给我竖起一块花表, 作为缺门呢, 寡人我要站在山头上, 站山头, 登高远望, 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, 寡人我看过这座咸阳城, 得像一副珍珠项链似的, 晚上灯火辉煌亮堂堂, 那甭说了, 白天也得明光光, 这样才行了, 下去吧, 呸, 摆图纸, 给扔地下了, 秦始皇走了, 这些大臣们全傻了, 互相看了看, 心说我那个天, 要按照万岁这个要求, 那得费多少钱呢, 再说库里没钱了, 又得死多少人呢, 他们心想万岁, 您不能再这么折腾下去了, 要再这么闹下去, 您必然招来是亡国之祸。